河南传统八大碗,第七碗,扣碗防焖鸡,软香入味,非常的好吃,年夜饭必备英菜。 鸡肉我已经提前剁好了,加入葱姜,料酒,生抽,盐,鸡精,胡椒粉,花椒粉,用手充分装拌均匀,让鸡块都裹上调料,给它腌制半个小时入味。 时间到之后,把里面的葱和姜挑出来不要。 接着打入两个鸡蛋,加入一碗红薯粉,用手充分的抓匀,加入了红薯粉,可以使炸好的鸡块,碗酥里嫩。 最后像这样鸡块都裹上一层面糊就可以了。 锅中油热后下入鸡块上锅炸,一块块的下,黄纸粘在一起,等定型后用筷子翻动,使鸡肉受热均匀,约炸上7-8分钟,表面呈金黄色,就可以控油出锅了。 炸好的鸡块,直接给它摆到碗里,然后在另一个碗里,挂入葱,姜,八角,花椒,干辣椒,盐,十三香,生抽,适量的热水。 再用勺子搅拌均匀,料汁就做好了,直接倒在鸡块里面,挂入蒸锅,水开之后,蒸上40分钟。 蒸好的鸡块,直接倒扣在盘子里面,撒上葱花香菜点缀即可。 这样做好的蒸鸡块,软烂入味,老人孩子都爱吃。 喜欢的朋友,可以收藏起来,过年做给家人吃吧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